在饮食中摄取过多高盐、高钠的食物 恐对健康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但营养师蔡怡婷提醒 有些食物吃起来不会太咸 却是高钠的隐藏地雷 像是油面条、肉松、火锅料及洋芋片等都要特别留意 此外,她还提到 常配稀饭的红色豆枣 每100公克即含有854毫克的钠 即便装一小碟 换算下来的钠含量也不少 蔡怡婷在脸书专页珍妮斯营养书 蔡怡婷营养师发文表示 钠是体内帮助维持水分 酸碱平衡很重要的电解质 为腹部建议成人每日钠总摄取量不宜超过2400毫克 相当于6公克的盐 但多数国人钠的摄取量都处于超标状态 蔡怡婷是井 若平常习惯吃重口味 在饮食中摄取过多高盐、高钠的食物 不只可能造成身体水肿 长期下来更会增加罹患高血压的风险 对于肾脏、心脏也是负担 谈及高钠食物 蔡怡婷提到 有些高钠的腌渍、腌制食品 吃起来咸味明显 一般人在食用上通常会有所节制 像是泡菜、榨菜、笋钱、梅干菜、萝卜钱、咸蛋等 不过 有些食物吃起来不会太咸 那含量却很高 容易让人不自觉就摄取过多的呢 他点出 包含油面条、面馅、鸡丝面、锅烧意面、腊肉、香肠、火腿、肉钱、肉松、鱼松、火锅料、部分饼钱及洋芋片等 都值得特别注意 除此 蔡怡婷还说 常配稀饭的红色豆枣 也是隐藏版的高钠食物 每100公克含有854毫克的钠 即便装一小碟大概25到30公克 换算下来也有约256毫克的钠 食用时务必要斟酌用量 减钠就从生活中做起 蔡怡婷分享三个饮食技巧 首先要尽量选择天然、新鲜的圆形食物 其次注意食品营养标示含钠量的多寡 若每100公克食品中那含量超过600毫克 建议应减少或避免食用 最后烹调时斟酌调味品的用量 可使用葱、姜、蒜、香菜、九层塔、柠檬、黑胡椒等食材提味 就能吃得更健康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